我们在阶调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回动也很重要 我们的步法快不只是单纯的直来直去的快 我们的步法快还有一个点就是节奏的快 你只有节奏很快 你才能够抓到对手球 为什么灵丹厉害 它是节奏的快 那我告诉大家一下 什么叫做节奏的快 节奏的快主要讲究的是 你在该快的时候要快 该慢的时候要慢下来 你才能够下一次更快 但是很多球为什么感觉对手打拉掉的时候 就会接得很被动 就会打得很难受 因为它回动得太快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回动 对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回动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回动 去的快回的也要快 我们这种才叫快 这种才叫步法真正的快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回动千万不能降回 如果你是这样回的话 那就完了 对吧 你看 你向后回动的时候 你还快的话 那你整个人是有一个向后的惯性的 你向后回动的惯性很大的时候 对手打一个回头球怎么办 对手打一个回头球你要怎么办 克服惯性 再启动 那你整个人就很慢 所以我们在回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第一步 要先回一小步 要慢慢地回 我们整个回动节奏 打完之后 看到这个感觉没 再来一次 这才叫有节奏快 去的时候要快 打完之后怎么样 慢慢向中间走 在对手出几个瞬间 我们整个人是静止 几乎静止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直接启动 不用克服向后的惯性 停住 再进行启动 对吗 是不是这个感觉